鼠舌的人他们特别精明 对人对势都是如此 他们不会依赖任何人 会依靠自己的努力去挖掘财富 所以在未来半个月里 他们的财运发生了很大变化 让大家无往不利 在事业上面有了增加薪酬的机会 平时也会做点兼职或者投资 得到一些意外的财富 当然也有可能得到长辈的馈赠 或者朋友们的分红 总之不需努力也可以赚钱 只要财路通畅之后 条条大路都能通向财神爷的家门 让大家赚大钱 鼠马的人最近马儿们被煤运所影响 个人的生活和工作都受到很大的波折 好在未来半个月里 大家的运势渐渐好起来 尤其是财运最好 可以走得更加顺利 当马儿们开开心心 送走煤运迎接财神爷之后 整个人都是神清气爽有用 不玩的忌耳 大家都可以用在工作中 做什么事情都很开心 同时有了吉星额度帮助 会吸引财神爷来到 用不了太长时间 马儿们就能飞黄腾达了 大家是不是很希望一夜暴富呢 不是没有机会 躺着都能赚大钱 令人生更加圆满 属龙的人 他们的眼光特别长远 属于高瞻远主的人 对未来有着明确的目标 从11月开始 龙龙们走了六合运势 催忘了整体运气 尤其是未来半个月里 龙龙们获得了贵人们的帮助 只要大家继续展现个人优势 一定有所成就 在工作中有了贵人的帮助 做事情效率更高 成绩更好 财运方面也是如此 有机会得到横财 一些令大家意想不到的金钱 都会来到身边 让大家开心坐享巨额财富 属虎的人 他们对自己很自信 不允许自己过着平凡的日子 以前他们也付出了太多的努力 只不过前段时间被霉运缠身 并没有得到意料之中的成绩 但是他们不会让自己微米不振 重整旗鼓之后会再次出发 在未来半个月好运来袭 让虎虎们得到财神爷的青睐 家里多了很多意外的金钱 属猴的人 在未来的半个月里 对于猴子们来说 就是运势特别旺盛的时间段 在事业上面 大家遇到了很多机遇 美好的运势都在等着大家 希望聪明的猴子们 要多多留意身边的机遇 遇到了一定要抓住 相信在未来的十多天里 猴子们会在事业上面有所发展 升职空间很大 令自己进入中层管理阶层 不仅如此 大家还会继续保持谦虚低调的态度 去交朋友 处处与人为善 有了很好的人员 马上就要喜从天降 属属的人在过去的一个阶段里 属属的人们运势不是那么顺利 尤其是工作和感情都遇到了一些不顺利 偶尔还会因为一些事情 与其他人发生了口角 好在大家能够及时调整状态 让自己可以继续向前努力 在未来半个月里 属属的朋友们能够时来运转 得到了很多福气 其实他们本身就是特别聪明 非常机灵的人 在未来一段时间 有可能临时接受一项重要的任务 尽管难度很大 好在大家可以出色完成 得到了领导的奖赏 为未来的发展奠定基础 属机的人在未来半个月里 属机的朋友们运势在快速上升 全部都呈现出新兴向荣的景象 将颓废的运势彻底甩掉 他们一直都在不断寻找 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发展方向 并且能够调整自己的计划 一步步去进行 他们的聪明之处在于 会利用身边的人脉资源 很快就有一大份惊喜 如果大家可以少听信谗言 会少走弯路 尽快成功 属兔的人在未来15天里 属兔的人们心情特别好 这是一种莫名的情绪 他们自己都不知道 为什么心情好 反正做所有事情都很顺利 可谓是喜上加喜 大家会将这份好心情 一直持续下去 看到事业上面得到了 更多的奖金 遇到了喜欢的人 是不是做梦都能乐省呢 这就是生活 看清楚才有更多收获 感谢观看 Megan